全力以赴 和熊赞一起戴上VR眼镜 台北市长柯文哲 宣传台北登山步道 但连任之路越来越难走 最新民调显示 丁守中追上来 柯P赢的只比误差范围多一点 一千分样本要去猜测不太容易 那个还是有 本来就有误差 根据苹果日报民调 柯文哲以34.9%位居第一 但丁守中只落后4% 电子媒体民调中心的调查 柯文哲也只赢5% 以行政区来看 丁守中在松山信义 丹安文山 两个蓝营票仓 支持度领先 其他区域则是由柯文哲 占据第一 对比上回九合一大选 拿下每个行政区的盛机 柯P的执政包袱 恐怕不小 在三组鼎立的情况下 他会特别的波动大 网路上的吹捧噪声 在跟丁守中竞选 但是丁守中还可以 打成这样子的局面 8月底因为市场改建案 杠上吴依宁之后 柯文哲频频对泛兰选民送秋波 包括到军人公墓祭拜 推出5万个工作机会 给退休军公教 都被解读 因为在北农议题失分 改变选战策略 我也没有在想什么 就是每天市政该做的就做 吴依宁可能是 他的一个罩门 点到他的名字 柯文哲就会抓空 然后就会做出一些 错误的事情来 所有的退休军公教人员 就会知道 这是接来时 以政党倾向分析 兰逸选民有六成 支持丁守中对比绿营相对稳定 但柯文哲还是有 大部分中间选票 倒数两个月 蓝绿各自归队 柯文哲要是再失分 民调曲线别说误差范围 更难保不会出现 死亡交叉 三日新闻综合报道